在泰日乐团震撼人性的泰谷表演中 为公益66异曲风发活动记者会揭开序幕 另外还有民歌表演邀请大家走向户外 在周末时能够来此 在大自然中欣赏一文表演舒展身心 表演的时候又有泰谷的表演 非常的震撼 然后才又有李明德的民歌手 他唱着外婆的澎湖湾 我们都跟着起舞拍手 就觉得说回去年轻的时代 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 近年来已推动台湾公益现代化创意产业发展 以及公益文化美学推广为重点工作 为庆祝成立66周年 特别推出十大主题 结合音乐戏剧及民歌等 并且还有市集与DIY体验等 邀请民众齐聚来一趟不同的台湾公益文化之旅 最主要是要庆祝公益中心成立66年 活动内容非常的精彩 传统的像古代西拉歌仔西拉 那么也有很受年轻朋友欢迎的民歌演唱会 我们民歌演唱会 几乎是把我们民歌 新盛时代的民歌手都一网打尽邀请到公益中心来做展演 他们在这个同时的公益中心园区里头有展览 也有DIY 那么公益室的作品都非常的精彩 先远唐小芬表示 除了有一连串艺文活动 能够欣赏到来自台湾各地及各族群的演出 在公益展馆也提供优质的展览及体验 欢迎民众一起到公益中心来度过欢乐热闹 极有趣的悠闲假日 除了来自我们全省各地 那不同族群的一个表演 那也希望说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 那能够在假日的时候能够习家带券来这边 那除了可以做我们亲手来做一些 我们手工艺的一个作品之外 那也能在这边看看午后做一个表演 那非常是一个多元的 一个活动 公益66意趣风发系列艺文活动 为期一个月 每逢周六周日都有卡斯强的表演节目 并且还有小朋友喜欢的小青蛙儿童剧团 及台中木偶剧团等 相当适合西家带券来参与 记者洪一伦朝屯采访报道